才有练搏机的这些 这些年轻孩子呢 因为他练的身体出了问题了 他找我他咨询我 阿姨这个我们练搏机的时候练的身体出了点问题 你这边能不能调养 这个怎么调呢 这我才知道这个搏机把身体才练坏了 要不我之前怎么能知道这个练搏机还能练坏身体呢 老师你好 怎么看待八级的实战 你认为和现代搏机比八级全缺点在哪里 其实我现在也没练到实战的这一块 我现在主要的是在认清自己 其实我现在目前我也没达到这个境界去 但是我的感觉 这个八级全 你把八级全整体练的四烧旗 系统指尖利通指尖的时候 练的真正的利通指尖了 然后你可以去接触一下这个搏机 然后接触了搏机 我觉得这个八级全跟这个搏机是有的一拼的 因为八级全是用着自己的二百斤在打 招招是不离贴身靠的 你只要能把这个门打开 那就好说 一切就好说 打不开门证明没有功力 那是不行的 八级门也有练习功夫的人 只是这些人低调的根本都不出来 你看不见他 他是隐藏了 任何的功夫 跟全没关系 跟人是有关系的 哪种全都是很能实战的 为什么呢 他都是老祖宗在战场上取出了的经验 那么哪萌哪派 你比方我们八级门 那么列这八级拳的有多少人 全国各地有多少人在列八级拳 那么真正的列出弓的又有多少人 任何的萌派都一样 包括散打搏机 打出名的又有多少 有多少人没有打出名 有多少人列的出了问题 咱们是不知道的 我现在在这个网上玩呢 我才发现 列搏机的 列的身体出问题的 比成功的还多 真正的练了这个 才有列搏机的这些 这些年轻孩子呢 因为他练的身体出了问题了 他找我 他咨询我 阿姨 这个我们练搏机的时候 练的身体出了点问题 你这边能不能调养 这个怎么调呢 这我才知道 这个搏机把身体才练坏了 要不我之前怎么能知道 这个练搏机还能练坏身体呢 一直是一个消耗 一直是一个消耗 他是把所有的能量都消耗掉了 才出现了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练功是要的 有一个好身体 现在的社会 没有人随便出去 说是乱动手动脚的 也没有人随便的动口 我们现在练功就是认清自己 把自己的身体练好 谁能舒舒服服的活到了 谁能这一生当中 把自己认清 每个人都是这个 我们不需要说是我打这个打那个 你打了这个 你打了那个 你打赢了 你还是没认清你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练这个 为什么你看喜欢这个传统武术的 为什么那么多 传统武术有他传统武术修炼的方式 任何的权 你只要方式练对了 他对身体也好 他就能一样 如果方式练不对 一直消耗 一直消耗 不管你是什么权 你只要消耗 这个绝对就不太好 这种东西 好